第3次改版速報 安安各位歡迎收看第三次的改版速報 我是魚丸 上一次你們可能想說 為什麼上一版本沒有改版速報 因為由於上一個版本 也就是8.10版本的時候 我在GXX的二隊 打ECS海選 所以我那陣子很忙 很忙沒有時間 然後這陣子回來休息 所以我又有時間做 但是過一陣子可能又沒時間了 所以 就算我沒時間 我還是會用成文字圖文版的 放在Facebook的粉絲團 所以有興趣的我還是可以去那邊看 這次我會把8.10版本 先拿出來提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講8.11版本 最後再做一個總結 一開始是8.10版本 8.10版本有把抑制的符文 稍微做一些修改 爆破提升的傷害 但是我還是不會點他 因為實用性不高 坦克我還是會偏向去點 骨甲來減少自己的受到的傷害 然後勇化 生命值從60調成50 就小小的 小小降低 然後骨甲 傷害也是稍微調低了一點 當然無傷大雅還是可以點的 波比只是把他之前砍掉的5點跑速加回來 但目前為止的狀態 波比還是一樣的弱勢 呃 啟示符文的部分 完美計時就是我們常說的鐘錶 他從10分鐘才能使用 改成8分鐘中的使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點了就會卡一個裝備 然後你坦克或者是鬥士通常都會比較後面 才會出到GA跟實相鬼盤盒 但是如果你是法師什麼凱能藍寶的 可能會第二劍出驚人 那你就可以點這個 萌多 萌多算是8.9版本就很強了 只是我太慢發現了 所以我8.10版本就有告訴大家 這是個很OP的角色 所以他的R在這個版本 8.10版本中 稍微遭到了Nerf 但是呢 現在8.11版本我還是玩很多 還是非常強 所以大家還是 玩沒玩的趕快去玩 因為他的Q趴傷 一又很痛 會變成說又彈又痛 最好是搭配一些隊友有控制 像什麼露露的情況下玩的話更好 3.基礎回血被調低了一點 然後一技能傷害被減低了 所以我現在通常會主Q 然後主Q跟主11 你可能覺得主Q吃兵比較慢 但其實主Q的推兵啊 清兵還是很快的 只是騷擾的範圍比較短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是蠻強力的 接下來是8.11的部分 巫術符文部分有增加一個叫 光繪披風的符文 呃 開大絕會加跑術 我覺得對於一些 凱能啊 血鬼 這種角色會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角色 是應該要去點那個的 然後之前 很好用的中間髮帽 被移到了 征服的那個部分去了 所以我覺得 很吃大絕CD的也可以改去點 征服那部分 因為基本上 巫術跟征服加幾的傷害都是差不多 出瑞亞狂想曲 價格提升 跑速又降低 然後冷卻又提高 但是我覺得 血鬼這種角色 血鬼心機的這種角色 還是會蠻依賴他的加跑速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出的 征服 新增了一個新的符文 叫刀鋒之跑 但是我覺得目前還沒有看到哪一隻上路很適合這個的 但是我目前看到打野造性是非常適合這個 蠻猛的 然後我剛才說的 那個中間髮帽以來這邊變成中間獵人了 有缺大絕的就可以來點這邊 然後啟示部分 小兵去職器的緩衝時間 從155秒改到240 這就是之前你可以重擊第三波兵的炮車 來有一個搶三等的優勢 但現在不行了 但我先告訴大家 小兵去職器在這版會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這版本蠻多人會出旗子的 旗子這版有稍微做一些改動 我們大家再提 然後小兵去職器並不是讓你來重擊線上的兵的 除非你有什麼很重要很必要的事情 你可以在對線上用掉一兩個 但是我是建議 你把小兵去職器留下來 等到對面一些坦克啊 不然什麼露露什麼挖哥的一些輔助AP 會出一些旗子的時候 當他出旗子 放旗子在炮車還是小兵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把他去職掉 這對你推薦的速度上會有很大的提升 因為 去職器會卡你卡很久 烏爾加特 烏爾加特傷害有一個buff 然後 他大絕這次 就是他屬於目標他不會停在原地 就是我看到有一個很強的combo 就是他拉大絕拉到人的時候 閃現到人群中 爆開 然後全部人都被恐懼 看起來超帥的 但目前我對這角色還是抱有一點疑慮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的會戰太弱 打線太容易被針對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要再 還是要再觀察 接下來是旗子 這個旗子呢 剛改版的時候是70% 你們有看到嗎 上面是寫70% 但這邊只是他沒有改而已 現在是40% 這次版本是40% 70%的時候真的是 每一個人都在出旗子 超級屌的 但現在改40% 我覺得就是 普通通 你就是順風再出就好 逆風我覺得就不適合出這件裝備了 有點偏貴 效益沒那麼高 因為他把10%的CD剪 拿掉了 然後現在就是你 對於AD傷害 AP傷害都是可以打的 就是一個整體減傷 對於一些鬥士來說 就是壓力會比較大 但是卡面這種有增傷的在踹起來 是非常的輕鬆的 我是建議 如果你沒有很順風 然後可能 剛好 有一些推塔 就是poke震比較強的 再出就好 不然 出這個其實沒什麼意義 瞬級步伐 跑速從30條到20 你們其他就不要看了 其他就沒什麼意義 這個對於納爾來說 又是一個很嚴重的nerf了 之前的治癒量已經改過了 現在跑速又改低 所以我覺得納爾現在可以 考慮去點愛麗了 GA現在變貴了400塊 但是他 合成功勢有改變 就是布甲變鎖子甲 但是 他你看你變 變貴了400塊 但是你卻換到 只換到多10點的物防 算是 有點小虧 但是對於一些角色 多10點物防也 也還不錯嘛 但整體來說 算是一個小nerf 接下來就是這版本 改了非常多的 暴擊系列的裝備 剛好 咱們GP 就是很常出暴擊裝嘛 所以我們來看看吧 無盡之刃 現在我覺得無盡之刃 會把它放在最後一件裝備出 然後你前面會出一個濾霜 濾霜加上無盡之刃的 Double暴擊 你會變成 60%暴擊率 然後 又把15%的暴擊傷害 轉換成生石傷害 這點就很厲害了 這點在炸人的時候 轉真傷 你可以不用出GA 加上你桶子本身的穿透效果 會非常強 然後俄語系列 我覺得對於鋼譜來說 算是一個 小nerf 因為你看 前期從35% 額外霧房 改成10%總霧房 但是呢 你會出的時候 就是對面霧房很高了 你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小nerf 然後你的合成公式又有改 然後又變貴 所以整體來說呢 整體來說 我只有在對面 要我出降治療啊 或者是對面真的超級多坦克 我才會出這些鵝羽系列的裝備 然後暴擊裝部分呢 我們只會出幻影之五 然後幻影之五 然後幻影之五便貴了200塊 但我還是要出來 因為這個裝備對鋼譜來說效益也實在太好了 奪破之連 奪破之連這樣改動之後 我就完全不會再出他了 狂暴力刃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研究研究 因為我覺得這個出了之後 其實沒有其他效益那麼好 你知道嗎 因為攻速其實多太多 對鋼譜來說其實沒有什麼意義的 而且他的暴擊又不是可以爆到200%傷害 你看他只能從160加上去 但是你暴擊又不會墊的很多 而且你又有很多必要的裝備要出 所以其實我覺得狂暴力刃 我還要再研究研究 暫時我是不會出啊 最後是8.10版本加8.11版本總結啊 減弱的有賽恩 骨甲 勇化 然後爆破 GAA 蘇瑞亞的那個頭盔 然後 瞬級步伐 小兵去時器 然後增強的有波比 鐘錶的符文 然後烏爾加特 然後新的光輝 光輝披風這個符文 然後平衡的有旗子 跟那個中菸法帽 但現在改成叫中菸獵人 然後當前網友很推薦歐皮角 有賽恩 蒙多 辛基德 坦克的部分 然後鬥士的部分有 然後賈克斯 卡蜜爾 跟伊瑞莉亞 然後法師部分呢 有移除掉斯溫 然後增加了吸血鬼 然後我這邊說明一下為什麼要移除斯溫 因為斯溫現在 上路打不贏很多坦克跟鬥士 又很容易被gank 發育會很差 中路會是更好的選擇 但其實現在中路也比較視為了 然後再來提一下 我現在最近賽恩我都是主Q的 因為E被改爛了 然後蒙多呢我就是會 通常是主Q 如果打一些近戰 可以護A的我才會主Q 主Q就是很穩定的可以持兵 主Q的話就是你對打起來會非常的強力 然後還有伊瑞莉亞的部分 我覺得伊瑞莉亞這隻角色現在是中路大於上路很多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用伊瑞莉亞來爬分 我還是建議往中路走 但是上路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然後卡蜜爾的話我覺得這版其實有點 就是強過頭了 有點蠻強的 然後再提一個就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東西就是 像是賈克斯卡蜜爾 然後菲歐拉這種都是可以出不死之窩的上路鬥士嘛 你有時候可以適時的出一下不死之窩來增加你的打線的抗壓能力 會蠻強的會出其不易 然後至於吸血鬼我覺得這版就是法師裡面最好的選擇 但是也不算是這個版本裡面最佳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吸血鬼你的隊伍如果沒有很好的 就是陣容沒有算很好 沒有很多控制 然後幫助你進場啊 我覺得吸血鬼還是不要選啊 你還是乖乖選坦克蜜爾的鬥士吧 然後 我最近會玩的一些角色 不在這個上面名單的 像是惡爾 因為惡爾開戰嘛 然後惡爾的打線還蠻強力的 但是我覺得還不算到OP 所以我沒有放進來 然後還有柯加斯 柯加斯就是一個穩定扛線的存在嘛 就是 偶爾你想混混分 你就可以選 然後還有最近看到 鱷魚就是出奪破 感覺還蠻厲害 但是這個我們會在觀察 就這個版本我們在觀察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版本書包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devastating ideology 跟誰都也看不出來 算不出來 好 Parents 快ピlan 一定一定аж